李志清先生 金融舞台 李志清先生 金融舞台 李志清先生 金融舞台 多谢各位 1号风球都到来 希望今年没有8号风球 試过一年8号风球 临时要清场 我记得 两位都不用多介绍 不过循例都要说一下 李志清先生 金融舞台 金融舞台 小识的御用画师 看回一些资料 李志清先生是很多元化的 多产的 马龙先生也是一个 多产多元化的画家 大家熟悉的 李志清就是 武台小说的插画 以及到现在的 水墨画 大家如果去沙田的金融馆 参观过 大家看过的大作 許許如生 其实 李志清 18岁 入行 先是在漫画界发展 其实我听他说过 他不断就有 有画的畜写 最初也是畜写 没有放弃 所以一会儿大家 所说到他 香港的绘画情 很多都是畜写 你看到那张画 如果有50岁以上的人 就会很有感受 这幅画 小朋友不知道什么事 小朋友不知道 等他妈妈 爸爸告诉他 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讲香港情 马龙先生 亦非常多产 大家如果有留意 他好像今次出版双连展 就拿过两个奖 他和太太方书薇女士 亦都创作了很多的 儿童益智的书 漫画 马龙抗礼 富唱富锤也好 什么都好 就非常之 撑场 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 他的小朋友 应该多买些 白猫 黑猫 古典 脆学古文 学一下古文 但是看一些漫画 非常之成功 其实马龙 另外 他有两个笔名的 照我所知 马龙就画政治漫画 姚身一变 他画那些 刚才我说的儿童话 就是这个马星园 还有 他画这些禅画 用马星园 你看看 布代和尚 是不是很多产 很多元化 一会儿我们集中讲香港情 其他那些 我们有时间才讲 首先 请李智青 讲一下 这幅画 这幅画 最近在余画 曾经有一个展出的 是 那 大家 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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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父母 要指导小朋友 一会儿 现在请智青 讲一讲 这幅画 你是怎样構思 什么时候画 我先插嘴 现在的父母 可能就会教导他 千万不要碰鸡 因为琴流感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 那些鸡是与我们同在的 现在李智青先生 先讲一讲 好 首先多谢大家的来临 今天很高兴大家 聊聊天 就是怀旧一下 我们成长的年代 其实所谓香港情 在三四年前左右 我看回一些香港的旧照片 勾起很多回忆 当然有我们小时候成长的回忆 这些其实是我们亲眼所见的 因为我成长是在沙田大围 那时候是农田 这位先生我们叫做烟鸡佬 烟鸡佬先生 久不久就会在我们的生活上出现 他很有趣的 在腰里有一包工具 那些手术刀 很厉害的 有不同大大小小的刀 相传这件事 好像相传不知真还是假 是华拓 那时候那本的医书 最后的时候被浴出 浴出 就把浴出 把浴出招起来 放进去烧 烧剩那两页 其中一页就好像是烟鸡 烟鸡 烟鸡是什么一回事呢 我们就是见到这个烟鸡佬来到的时候 他很快手 其实是几分钟的事 一个大手术做完的 他将一只鸡 其实真正的烟鸡 那个鸡头 是屈在翼下面的 因为我们画漫画 如果没有了鸡头 就没有那么有趣 也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画了鸡头 那真的很厉害很快 不见血的 所以他用的那些工具 轻轻地靠在箱底 或是在哪个位置 轻轻地坐一苗 轻轻地坐一会 然后一个工具 将伤口银开 就像4条铁线 一个轮子 如果会有些什么 可能很多前辈在这裡 稍后指剩一会 然后撑开之后 他再用两支铁线 铁线 然后中间有一条很幼的芝线 好像鱼丝 在这儿拖下拖下,就弄掉了旁边的纤维的鸡纸,就拔了上来,然后旁边有一碗水, 那碗水把它放进水里,其实手术完了,然后就把鸡毛塞进箱口里, 然后再给鸡纸的那碗水,然后就喝两口水,那只鸡就飞去了,很生猛的, 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没有了些东西就不知道,这就是一个手术园。 那为什么要淹鸡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淹鸡, 因为现在没有了,这个行业没有人做的。 因为我们叫线鸡,大线鸡,牛白蓝,线鸡,让那只鸡很专心地去长肉, 让它的肉又滑一点,又大胜一点, 就是不要搞什么男女私情的东西。 因为是太监鸡来的。 线鸡,肉就滑一点,听说是这样。 好了,其实这个是绝育手术来的。 这个是微创的,其实我去过那次的展览, 除了烟鸡之外, 见过很多幅都是香港我们小时候玩的, 打波子,打公仔子, 那个年代, 其实香港是一个比较穷困的年代, 但是活得很精彩的。 马龙,你就是在深水埗大, 那时候是怎样的呢? 是的,我同年就在深水埗大, 那当年呢, 那我的记忆就是, 当然我们不会有手机游戏, 我们不会有电脑游戏, 那我们的游戏呢, 就反而是和一帮小孩子, 就比较更近地去玩一些游戏。 那我的记忆中, 就放了学, 就通常会三五成群, 就在户外玩的。 玩得最多就是打波子, 因为那时候呢, 那些公园呢, 都没有那么多泥水地的, 现在很多公园都很讨厌, 变成泥水地, 接着就摆了几张椅就算了, 都不是一个很, 令到小孩子很开心玩的地方, 我记得小时候那些公园呢, 很多这个, 除了那些铅铅很高大, 还有那些什么, 架, 那些叫什么架, 攀爬很高的, 有圆形的一个地球, 是的, 但是地上是沙地来的, 那我们就很喜欢在沙地那里打波子, 因为跌下去不怕, 如果这个石头地, 跌下去, 那沙地那里打波子的好处就是, 那一粒波子彈出去, 就不会跳到很远。 这个是必要条件来的, 是的,必要条件。 那时候童年, 童年的经验, 怎样影响你后期的创作呢? 我想其实就是因为童年的玩法, 就是比较集体化的, 集体化就是培养了人对人的一个相处, 也都令到你自己, 对很多东西都是好奇的, 不像现在的所谓, 有个潮语叫扎男, 就是说他自小就一个人这样长大, 变成了很多东西, 他就… 你说他得到的知识不够, 又不像, 因为呢, 你一搜索很多东西都出来, 是吧? 但是呢, 就是培养不到他一个群体的协作的精神。 我想说呢, 其实刚才我说, 三四年前的时候, 我想到这个香港情的时候, 其实, 我是想画80年代, 70年代的香港, 那时候那个香港, 我觉得, 就算是一个街市, 我也有很多东西看, 还有很有人情味, 就是我们会讲价, 甚至乎不需要讲价, 那些… 买头买尾, 你拿啊? 自己拿, 真的有自己拿, 你现在去消费市场, 不可以自己拿的, 你不会去讲价的, 你明码实价是多少是多少, 所以走一个街市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人情味, 就算现在旧式街市都领展化了, 是吧? 是… 领展化, 就是说是商场化。 智青我想问一下你的童年的经验, 同一个问题, 对你的创作又有什么影响? 我们其实, 所谓一个创作的人, 是要很多资料, 去摆在你的脑里面, 你才可以创作的, 我们不要说画画, 大家写文都是一样, 你要有经历, 你才会写到好的文章出来, 一样的, 我们小时候, 经历, 所见, 所闻, 看到的东西, 甚至是一种人情味, 都是我们可以之后做创作的时候, 影响了你, 就是令到你的创作, 因为我们是画画的, 我们都要有一块石头, 我们都要有情的, 都要有感情的, 我写过一本书, 你对着一块乐页, 你都要有一种伤感, 你才会创作到好的作品。 我忽然想起, 為什麼我們小時候會畫公仔呢? 其實那種公仔紙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小時候玩的是什麼遊戲呢? 就是公仔紙 其實一張公仔紙不是很大的 小時候一個煙包 半個煙包那麼大 那時候公仔紙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公仔紙的內容其實也很豐富 小時候為了那兩張公仔紙就打架了 學的東西也在公仔紙上好 什麼水壺傳、三國演義的歷史人物 後面有說明的 我記得有一套是有蔣介石的 我沒有見過 但是我們能夠… 即是林霧的公仔 林霧得漂亮 我們在那些同學仔那裡很威風 即是你們都是那個基本功夫 都是參考那裡的 當然了 你畫得到像他那樣的公仔 很有地位的 智青我想問 譬如同年那些 對於你後期畫金融的武俠漫畫 有沒有關係呢? 剛才說的一樣 你要吸收 我想是 種種 你成長 吸收的東西 都會影響你之後的創作 即是 如果你直接一點 當然是可能去學畫畫 去學畫畫之後 甚至乎我們剛才說過 出去寫生 去寫一些速寫 這些就會幫到很直接的 你的畫工 譬如去創作金融 那些 剛才說 譬如同年的一些情感的東西 其實是影響了你的氣質 這是一種抽象的影響 但是是有影響的 即是所有的 譬如馬龍說 我們小時候玩的遊戲 是一個集體的遊戲 還有很多遊戲是創造出來的 是自己創作出來的 即不是現在給你的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自己創作過一個 所以當時有波子機 叫做 兩邊很大 要兩邊這樣按 就用一條棍子去打 我們因為沒有什麼錢 就很難去打這一部 這麼巨型的東西 好像不知給多少錢 我自製了一個 我找一塊木板 然後就自己 塗很多釘 釘和釘之間 我就做一些橡筋 我們那時候玩的都是賭錢的 你拿來賭錢嗎? 我很純潔的 那你是不是用波子彈出去的 不是啊 簡直好像那部波子機 給我弄到 左右兩條棍子 兩支筷子 挺複雜的 複雜的 有槓桿 那顆真的都是用波子的 波子有個口 我就用一條彈弓彈上去 彈上去之後 然後彈在那些橡筋裡 彈來彈去 落到底的時候 然後我就彈上去 哇厲害 玩幾個小時 你說起這件事 我又想起 我小時候 就 因為我們 真的要動腦筋去想一些玩具出來 不是買回來的玩具 我們做一些橡筋槍 那這支槍真的 用一些雪條棍做一個蚊子 一蚊子 一蚊子 就會彈出去 你說的那些 現在很多收藏家 都想找回 找不到 可聲 有了 那些塑膠槍 口槍 每個人都想找 是不是 我想如果我們保留 那些木製玩具 真的非常之有價值 就算那些儲蓄那些 那些 教豬 教豬 豬 就是豬公那些 那些錢 是啊 很多人都找不到 現在都很可憐 我記得我最成功做的玩具 我們幾兄弟 幾兄弟都有這些天分 叮叮叮 創造型 那架 那架 運泥車 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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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泥車 那架 那架 你可能 右手就畫政治漫畫 左手就畫 這些布袋和尚 或者是一些 兒童的漫畫 那架 你怎麼想的 其實沒有什麼 因為一個好的 我經常覺得一個好的創作人 他畫的畫 其實是一個手段 那個手段 通過那個手段 達到他要的目的 譬如說 我畫政治漫畫的目的 當然除了是一個 職業之外 就想傳遞一下 我自己怎麼看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 這個就是目的 另外我畫一些 那些白貓貓給小孩看的漫畫 就是通過我繪畫的手段 我想帶給他們 認識這個世界 譬如說 我們會將一個 創作的內容 就一定是有一個 首先我們會想一下 這個可以帶給他們什麼 訊息 譬如說 裡面有沒有一些 知識性 或者一些環保的主題 或者令他們做人 更加知道 公平 公義 或者有愛 那些 我們會滲入 但我們不是做教科書 最主要的 目的不是做教科書 但我們一定要顧慮這件事 那就先去美行先 那 講到這些 水墨漫畫 其實就是一個外號 很感謝李智青 我說 我想畫這個國畫 你有什麼好的老師 介紹給我 馬上介紹給我 這當然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所以我們畫的水墨漫畫 可能是完全不會同一個路 這個可能是因為我們自己是一個大藝投師的學生 我們本身在學之前 我們已經有自己的根底 譬如說我們都會學過素描 學過水彩 學過其他東西 我們覺得畫一種畫 是吸收它應該我們想要的東西 就不是說我要追隨那個老師 他就這樣畫 我們就這樣臨墓 就是絕對不是 所以變成是各有各的面目 剛才我有一個訪問 他問到我在歷史上 譬如他有什麼可以學到 經典 我就說幾句 我大學裡面有幾句說話 我是拿著做宗旨的 很多時候遇到問題 我都可以用這幾句說話 物有本末 事有宗旨 知所先後 則近道爾 我們譬如創作一張畫 我們一定要知道本末 我們的目的 我們的功能 或者是做什麼 剛才馬龍說了 譬如政治漫畫 有政治漫畫的功能 有他的目的 譬如他可能是一種 他的心聲 或者是他想說的 其實等於你 懂得作文的時候 就用文字去表現你 我們懂得畫畫的 就用畫去表現 用圖像去表達 其實不是說你做了一件事 就代表所有都是你的 我意思是 一張就是一個風格 就是一件事件 這一張我可能是表現政治的看法 第二個我可能是表現我對風景的優美 完全沒有關係 那些可能是 剛才我們說的 那些是 我小時候突然想起一種情感 去創作一種這樣的作品 其實是可以每一張都不同 因為每一張都有一個目的 每一張都有一個目標 剛才我說 物有本末 事有宗恥 就是這個原因 香港情懷的畫作 始終香港的地方都是小的 我也有個局限性 智青你 大江南北你也走過 內地的人怎麼看香港情懷的漫畫 或者水墨畫 反過來我看大陸的很多 因為我小時候 我看了所謂的小人書 連環圖 我十多歲的時候 上廣州教育路買很多實際本 反而受到那些影響很多 如果你說香港情 其實我們領南這一邊 都是很接近的 大家都是食艇仔粥 有很多相近的東西 大家用來講廣東這一邊 但是當然你跟北方的 就會很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說說畫畫 其實都分很多派 例如海派 京派 北京的就是那邊 南方我們就這一邊 領南的這一邊 大家都有追求的東西不同 重點不同 或者傾向性的不同 講起小人書 就是說我們小時候 就少不免接觸一些公仔書 在我們那個年代來講 公仔書分兩種 一種就是大陸出的小人書 或者連環圖 那些連環圖 其實你現在看回頭 他們那些畫工真的很棒 而且無論是畫工 構圖也是很棒 原來他們大陸畫連環畫的那批人 每個人的根底都很足 而且有些本身是一個名畫家 他們是為賺食 然後才去畫那些小人書 是的 而且他們那個年代 就是因為本身 國家都需要他們做這件事 所以他們就 一個很大的畫家也好 他都畫這些小人書 你說起這些小人書 我是想把話題帶回去幾十年前 我們年代看的公仔書 現在也是絕跡的了 是 才叔最經典 許冠文 不是導演許冠文 是畫家許冠文 這個是本土的 這個才叔臣不臣犬 到十三點到現在還有 黃澤老夫子 黃澤老夫子 那個年代很多姿多彩 你們都是那個年代走過來的 是嗎 那你覺得 這種氛圍 現在香港沒有了 沒有中興 這個漫畫很難 去到以前的那樣多姿多彩 可以了 分兩節時期 十三點黃澤 許冠文的時期是一個高潮 接著到黃玉郎 馬榮城又另一個高潮 但是那漫畫是兩樣東西來的 我覺得 你先說一說 你那個黃玉郎 馬榮城的高潮 我先說一說 我先想抽開來說 我覺得 有時甚至乎不需要可惜 我經常都 或者用易經來說 越圓越缺 地球就不斷轉 有起也有落 有起也有落 也是潮流 也會有一種起落 一路一路會轉 我們剛巧在這個時空 譬如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有一種這樣的事情 成行出來 甚至金融小說也是 或者副刊也是 甚至報紙也是 可能那種形式會轉 轉了第二種的形式 這是在這二三十年出現的 所以那些歷史收藏家 是很值得我們去推崇 因為他們記錄了歷史 是的 但是因為現在 那個起落的節奏是快了一些 的確是快了一些 是的 快一些 大家多些珍惜 再說回你的問題 是你說黃玉郎的高峰 是的 他們其實是剛剛承接著 才叔 十三點 剛剛開始向下走的時候 他們忽然間又大起 另一個樓 至稱是由頭看到尾 那個黃玉郎 你好好分享一下 起起跌跌的 黃郎的形式 其實是一個 大量生產的一種模式 其實我這樣說 其實不是說 日本不是大量生產 黃玉郎先生 因為他曾經也是我老闆 他就真的把 香港的一種 獨特的 漫畫的形式 可以叫做提煉嗎 我先叫做提煉 提煉成一種 周刊 這麼密集的形式 其實是在全世界來說 算是很厲害的一種 由於他是周刊 所以他就創作了一種 生產線的模式去做這件事 周刊好像還有日報 漫畫日報 日報 可以這樣 日報更早 日報反而更早 對 好像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已經有漫畫 漫畫報 你一直下來 因為他發明這一種 因為英寧的節奏 所以他的生產線的模式 其實跟日本有一點點不同 這個其實是跟人的生活環境有關 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跟日本聊 為什麼會有一種這樣的雜誌出現 就是可能他乘車的時候 上班的路程很遠 然後就有一種什麼的刊物出來 因為他可能就是在乘車的時候去看 剛剛好 從出門口上車 然後去到公司 就剛剛看完一本這樣的書 拿來做一種漫畫 其實你說的是日本 其實香港一樣 香港的周刊也是一樣的 所以他 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他又不可以很長很大本 你塞進去 有段時間都看不小 是的 他那個地理環境 地理環境的關係 然後形成你那種節奏 那種的速度 馬龍 你也是投稿入行的 我其實漫畫分科分類分得很小 我是屬於報章漫畫家 我開頭 那時候畫什麼漫畫 開頭其實是投稿 譬如說那時候 那個年代 70年代 是有不同的報章 也有一個叫漫畫版 那些漫畫版大概是半版 或者甚至一版 很多報章都有的 星島有 快報有 城報有 新萬報有 歡迎投稿 雖然他們本身也有些專欄 但我們的投稿 偶爾僥幸可以刊登 一張稿 也挺好的 幾元 幾元 幾元很好用 幾元很厲害 幾元很好用 我記得那時候 我第一張稿費拿的錢 那時候是七三年 是七元 七三年的七元 原來可以買到多少東西 那時候好像 吃個早餐是 斗嶺 是的 那時候是一毛錢 斗嶺 七元 真是一個 挺驚人 所以 那時候的報章 對那些作者 也算是這樣 不顧可惜 因為那時候 報章是賺錢的 是 印銀紙的 印銀紙 所以 沒有所謂大家分 你是報業的 老行專 那時候的報章 真的很多 即是日報 日報也有五、六十份 日報 五、六十份 如果算周報、幾日報 那些 過百份 過百份 很流行 一個人 一個工作的人員 他 早上就買一份日報 下班買一份晚報 是這樣的 可能看兩、三份報章 為什麼那時候 晚報這麼發達呢 那時候還沒有海底隧道 還沒有地鐵 那些人 收工 就買一份 新晚報 在小輪 看完了 就拿回家 還可以吃完飯 還可以看兩小時 這個就好像漫畫一樣 都是說地理 給的條件 會產生了一種刊物 可能就是你搭船 有些人不看公仔書 看報紙 看報紙 可能搭船程 買一份晚報 剛剛好 所以我說過 晚報什麼時候開始 有沒落的趨勢呢 就是自從地鐵通過車之後 而且 地鐵通過車 沒有什麼人搭小輪 完全是 其實還有另外一件事 是取代他的 譬如說 新聞性 已經有了電視 變成他那個晚報的新聞 不是那麼迫切 他回家吃飯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新聞 變成他能夠接收 這個新聞渠道 就不需要依賴那個晚報 因為以前 如果你只是聽三機 你記不記得 都是一個奢侈消費 麗的呼聲 麗的呼聲 這個又說回當年情 每個月的牌費十幾元 很貴的 很貴的 麗的呼聲 接著有電視 有麗的電視 那時候又是貴的 是 我們 隔壁看的 要被斗嶺擔椅子 看超人 你在說那樣東西 大家都想經過年代 骰子區 如果住過骰子區 很奇怪 骰子區一定有 一定有一個 一定 不止一個 有幾壺的 幾壺都有 或者是 擺著下面的店 還有預告的 後來好像 政府有個得證 好像在那些球場 那裡做一個 都市都市都市 打開門 在那裡看那個 很高的電視 好了 現在報紙 大家知道 報紙開始直揚了 你們投稿的機會 已經少了很多 直接沒有漫畫版 想要畫水墨 那怎麼搞呢 我自己的經歷就是 開始投稿 然後開始進入了報界 做一個美術編輯 然後就有了專欄 我經歷了這些起跌 風光 經過風光 有漫畫版 結果 沒有一個報紙有漫畫版 現在沒有投稿 這件事 漫畫專欄也開始釋味 賦刊也釋味 現在撐得起的報紙來說 都是一些免費報 免費報為主 能夠收錢的報紙 那時候真的一路路買少見少 我們看見證這個時代的轉變 我的因應辦法就是出書 所以我十幾年前 今年撐到第十三年 就是做白貓黑貓 然後在前年 我就畫了水墨畫 你說厲害嗎 厲害了 幾百本書 又獲獎了 智青現在的畫 又說大江南北 賣得很高價錢 對吧 主要不是價錢問題 李智青 我就知道 其實他繼續畫他的 連環漫畫 他依然有他的市場 日本人很喜歡看他的畫風 至於說他畫水墨漫畫 我絕對相信 是他一個興趣的心願 其實很自然 心態的轉變 我經常都說 四十歲前 我就為大眾服務 四十歲後 都給自己想畫什麼 就說什麼 這件事很適合 真的很適合 因為 本來我們畫的漫畫 是要給別人看 給別人明白的 但如果我們畫這些 我理得你 你不需要明白 你也不需要說 我很喜歡 自然我自己喜歡就行了 你兩位來不來給一些驚喜 這些香港市民 好像志青 畫了金融 已經畫到開花燦爛 誰知道三年前 就畫香港 推出香港情 眼前一亮 我們不知道下一步 你下一步就畫什麼 下一步 不知道透不透露 可以 喂 喂 聽著 有幾樣東西 很快的 有一個叫蒙古節 蒙古? 大幕 郭靖 郭靖 可能在蒙古 題材上創造一批畫 去參加他們的展覽 另外 我想到多數會和他做的 有一個羅浮宮的出版計劃 羅浮宮? 法國的羅浮宮 其實未騰未騰實 你畫什麼 你畫羅浮宮的什麼 他這樣說 是一張支票 是空頭支票 除了你做什麼 但是 一定要和羅浮宮有關係 但是這個其實我們未發表 未曾公佈 不過你突然殺到你 我沒話說不行 不准洩露 這是秘密 這件事 其實前兩天 比利時 領事館的出版社 他找我 因為接下來這個年底 他有一個天天的 天天 不是天天日報 是一個漫畫的主角 是一個漫畫 天天 這是比利時的漫畫 沒有的 他有描述的 差不多等於中國以前的三毛 三毛 是啊 我們又在談 看看有什麼可能性去合作 但是呢 因為天天的作者 我聽說 他不想延續他的故事下去 所以他其實是二十四本 就是這麼多 頭那一本是太政治 就不出 尾那一本 他寫到一半 還未寫完 還有一些草稿 所以就出了二十二本 作者好像他的心願 就不說 不停地被人繼續去故事 那麼 其實如果你說 給我畫一個 有關天天的故事 我覺得是 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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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除了這個 剛剛和老夫子才過癮 過癮 在杭州 展出一張很大的 介紹一下老夫子五十五周年 老夫子五十五周年 是吧 老夫子五十五周年 他 一個很大的展覽 很大的展覽 他現在的首站 在杭州正在展出 找了我和阮大勇 去做一些作品 一起去展出 我就畫了一張 其實有差不多兩米的 就是因為在畫香港情的街市 其實都很趕 那時候私水在那裡 就把老夫子 老夫子就是那個時代的人 老夫子、大番薯、秦先生 就在那張畫中穿插 又適合香港情 這幅畫很厲害 現在在杭州正在展出 再遲些會在香港 搬回來香港 你那幅畫是畫街景 還是王澤 王澤就畫那三個 街景來的 街景來的 全部是我畫的 那三個主角 都是我畫的 那三個畫的 畫得像不像 那三個畫 要看一看 我免得抬舉自己 可以的 還有一個 比較有趣的 就是因為老夫子 其實他的標題 很四字成語 大家已經很入心 就是那些來人尋味 見死不及好像是吧 有些四字成語 我就把全部四字成語 變了招牌 變了招牌 放在招牌上 我覺得 只是招牌都可以 這個真的要期待 我在網上看過你的大作 雖然我沒有去到杭州 非常有趣的一張畫作 很大的嗎 挺好玩 兩米 大過這個屏風 好像屏風一樣 厲害 比這個小一點 是 那張畫是這麼大的 原畫 馬龍你又怎樣 你又下一步 我最近 我在做 脆味學古文 脆味學古文 因應現在的 中學生 全部都要讀古文 其實不止香港 大陸也是 都要讀古文 所以 和我合作的出版社 商務出版社 叫我們今年 趕快出幾本 由最初 魏晉 一直到清朝 所有的 香港 教育局的 百多二百篇 古文 全都做了 在幾本書上 全都做了 我們已經完成了 三四本 只差兩三本 這是我短期的工作 另外 我在籌備 明年 在澳洲 有一個展覽 佛江山那邊 剛剛我在香港的佛江山 有一個水墨畫展 明年 會去澳洲 又是閃畫 是嗎 是一些閃畫的畫作 因為 其實這些 我覺得 因為我這個畫展 開了以後 很多人就說 我看完之後 心是比較滿心歡喜的 看出去 我就覺得OK 非常好 因為 其實看這些閃畫 一個人看一些 例如說 一些韓山十德的詩 有人捧我 罵我 笑我 欲我 我會怎樣 有他 由他 讓他 敬他 愛他 然後再過幾年 扯按他 這些做人的人生哲理 看多一些 我覺得是無妨的 整個人都會清涼了 他真的比較豁達 對 你看看這幅布袋和尚 你每天對著他 你個人都開心很多 笑口細細的 對嗎 對 你說回那個 脆味學古文 對嗎 脆味學古文 有時候很悶 你怎樣把他脆味化 漫畫脆味 還是怎樣脆味 首先 我和方書薇的合作 在他每一篇古文 譬如說 騰王國罪 騰王國 他首先收集了這個資料 看看怎樣導讀 令到那篇文章 那些小朋友 學生怎樣導讀 有個導讀 然後 把那個騰王國罪 白畫化 白畫化 我就可以用 連環漫畫的方式 呈現出來 用一個圖像 呈現出來 當然 其實挺辛苦的 尤其是 牽涉到畫一些古裝的東西 古代的東西 譬如說 你畫到這個 一些有關於物件那方面的東西 他其實不是那麼多參考 你也需要花點時間去找一下 參考書 譬如說 騰王國沒有鬼了 燒了 一早就已經沒有了 現在生起的騰王國 唯有 折衷辦法就是 你也要參照 現在生起的騰王國 去畫這個騰王國 那些古人物 譬如孔子、孟子 你是怎樣畫的 你是憑什麼想像 他們也有些少許資料 譬如說孔子 不是一個帥仔 胡鬍勒特 扁鼻、微粗、爆牙 那些有的 那些資料有的 譬如說 你畫到廉婆 我論雙魚列傳的時候 就有一個附經請罪 附經請罪 那你就要考究一下 他附的經是什麼模樣 那有很多 譬如你如果不考究的話 你一定是畫一支 很多次的經激出來 但其實原來不是 經和激是兩種植物 它只不過是共生的意思 激是屬於爛藤那些 經其實只是一支棍 所以揹著一支棍去請罪 就不會說揹著一支狼牙棒 就被人打死了 大哥 你在說的時候 你太太在台下不斷點頭 那究竟是 你的好事還是你太太好事 當然是她比較好事 但圖像那方面 就是我的專長 我去找的 尤其是歷代的人 譬如說你畫明朝人 和畫宋朝人 和畫唐朝人 服裝是有些分別的 你畫習慣古裝 你也知道 如果你畫錯了 又會被人笑 譬如說 你畫金融武俠小說的時候 那些唐朝人物又不同 唐宋也更好 對 即是你突然去清朝的時候 不插鞭就死火了 還要刮盤鞭頭 還要刮盤鞭頭 剃不正也不行 即是 有些位置是要很清楚的 清楚是怎麼做的 但是有些 如果涉及創作的部分 我覺得有 都是說一句 你那個作品的出發點是怎樣的 我們又不是做歷史的考證 我們不是說 有沒有被人挑戰過 當然有 每一次都有 一個例子 像笑話一樣 剛剛那個《香港情》 有人畫 我畫了一個獅子山的阿叔 獅子山的嘴巴也不是這樣的 我們獅子山是這麼小的 但是我說 其實有時候那張畫 我是用意的 而且我們中國的畫 是講始與不始之間 所以你剛才也報了案 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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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雞頭本來應該是不見的 雞頭是不見的 否則他有挑戰你了 其實 其實我們 有時候 真的我們出發點 或者我們經常都說 尤其是畫漫畫 在日本來說 漫畫家 甚至是跟博士一樣的級數 因為他們什麼都懂 什麼都是專家 才可以畫到那個作品出來 但是 但是反過來我就是 我有一次在中大做一個講座 我一開始的時候就是講譚美 就是珠江潛有本書的譚美 我說 他一開始的時候講一棵蟲樹 不同身份的人看一棵蟲樹 有不同的角度 有一個做木的 就看怎樣鋸蟲樹 他實用 很實用 中間這棵正 我怎樣拿來做燈就正 有一個不實用的 可能就是畫家 他就看一棵蟲樹 怎樣漂亮的姿態 就是看他的美感那方面 有一個可能是物理學家 就看那些生長 或者植物學家 就看他怎樣 分類 不過蟲樹有多老 連輪怎樣 蟲針又怎樣 風向又怎樣 可能是這樣 但是我們漫畫家 或者畫家的角度 其實就不是歷史學家 其實一樣有人講 茶生小說 他用歷史的角度來講 小說 那就糟了 人家小說 當然不對 小說就是創創 好了 譬如你 有日本那些 金融小說的插畫 有大陸那些小說的插畫 同一個人 譬如郭靖 會不會不同的畫法 或者遷就那個市場 也會的 一定的 當然我們整套漫畫 一直在發展下來 就不可以突然變成這樣 其實是最先的時候 定那個作品的方向 我們說 譬如郭靖就差不多 因為其實造型也是這樣 最變得多就是東方不敗 對 東方不敗 其實日本出版社 我們和他畫的一個封面 他特意要求千萬不要畫一個男人出來 其實小說是一個男人 真是變性 他有一個 林青霞的樣子 美感的東方不敗 因為他封面的功能就是 吸引讀者去買書 那你一個男人 他怎麼吸引呢 即是一個男扮女裝 他寧願去美感那邊 因為封面的功能就是這樣 反過來 如果我在畫漫畫的時候 就不是這樣 因為他說 他真的從一個男性 然後變成一個女性 你不說 我也不知道 挺有趣 他在日本那方面 特意要求你這樣 因為我提出這個問題 我說 其實東方不敗 真是一個男人 是很粗魯 根據金庸來說 是很噁心的 很噁心的 只不過他去化妝自己 那這個 內地那個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呢 內地 我們做了之後 他就拿了版權去 不是他要求 即是我們已經先有了畫 然後他就 有沒有審稿 有沒有審查 沒有什麼 就是這樣去 那個 比寫文章好一點 寫文章的審查 審稿會嚴一點 不是漫畫 尤其是金庸的武俠小說 是的 金庸是比較容易的 我想他們 他們都 因為已經知道你是什麼 首先你知道金庸的武俠小說是什麼 再看看你的 應該沒有什麼走樣 那就OK 是吧 阿哲晶 武俠小說 怎樣 再有沒有發揮 你那個畫畫 你說我還是我 你說我 你說我 有的 我經常都說 會不會再畫金庸的作品 其實 講到 抽象一點 他的精神已經入了血 就是 獨孤狗劍 我可能畫那張畫的時候 我是用獨孤狗劍去畫的 這樣講其實是抽象 但是其實是真的 因為其實 金庸小說裡面 是很多 哲學在裡面 包括 譬如不同的 譯經 或者譬如最早的 我們講陰陽 講虛神 其實中國話都是講這件事的 你理解到 其實可能在金庸裡面 因為 你理解到 航龍十八獎 其實你可以用到 你的畫 是真的 不是 不是說笑的 真的 獨孤狗劍一樣 有時候 你畫畫是無招聖有招 那你又可以用到 這些概念去創造你的畫 我幾個月前 我寫了一張畫 叫書畫 那一張畫 就是講黃蓉和郭靖 去到 東邪的弟子 陸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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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給黃蓉看 黃蓉一看 就說這張畫不默過路 有時候過路其實未必是好 要藏 一講之後 陸成峰 立刻 眼睛 因為真的講中 他一直都改善不到自己的問題 那張畫 那張畫 就是書畫 其實因為你要把金融的武俠小說 成為一個連環圖 連環畫 或者漫畫 我不知道怎麼稱呼 你只看了他 看完他的 他其實有很多版本 其實都是我們那個年代版本為主 所謂的第二版 第二版 我不是第一版 有些已經沒有了 即是在增定版 即是在修改版之前 是的 文說 藝康很不喜歡他的修改版 是的 有很多他的情節 他本來很好看也切了他 其實這樣 現在 那是第三個修訂版 因為第三個修訂版 就是我做封面的 我自己覺得 查先生的修訂 他的角色和身份 是轉變了 他變成一個學者 那譬如舉例 《書錦陰仇錄》 他第三個修訂版 最後的時候 是看到鄉公主在天上 讀可蘭經 即是這些 我又不知道 我未見過這個版本 第三個修訂版 你看一下 《書錦陰仇錄》 陳家樂是看到鄉公主 他好像觀音一樣 他可能想賣去中東 會不會 有這個考慮 而且他有些考慮 就是以前 因為他寫《全真七子》 其中有一個 尹志平 尹志平 被人說他不行 第三個 他真的有這個人 於是人們說 不行 於是他又要改 這些我覺得都情有可原 因為歷史人物 你無謂搞他 你說起這件事 有一年書展 茶梁蓉先生還能走 在那裡開壇 開壇 說話 整個大電影 爆炸 當然爆炸 有一個內地的人 穿了道袍 他自稱是全真教 全真教 不知道是什麼人 就是掌門 踢館 直接來踢館 對著金蓉這樣說 為什麽你寫得我們這麽壞 所以不是有小說 寫得我們這麽壞 我也忘記了茶山 你怎麽回答他 那時候 真的有這種人 你想也想不到 所以你們創作任何東西 尤其是你們寫古文 什麽也好 你一出來 就預了被別人 挑戰 他曾經寫過一個歷史人物 是 袁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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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袁崇煥 于是我跟他有点关系 虽然我未必是很直熟 但我们是那一支人 那一房人 话说可能在 这个 战国时代 走到广东 是袁述 那一支人 幸好 他说完成志 他说得非常好 否则我也会踢他管 袁崇煥有句 广东名句我们不適宜公开说 真是流行的 真是 他的考证 他其实是带兵的人 其实他是文人 他不是一个盲塞的人 但他的问题是他带兵 他带着那群手下 怎样令到他们 只是一个口号 是 冲啊 不要说出来 这是粗口 嘟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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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硬上 这样 好了 问两位 都是很老土 如何看香港的 漫画的发展 会不会有出路 其实这件事应该是整个讲座的内容 是的 但是我两句都说完 就是逆经 一样东西流行 我觉得漫画不会死的 因为 小孩都喜欢天性 都喜欢画的 就是图丫 或者什么的創作 是不会死的 只不过是载体 在不同的时候 有不同的载体出现 现在的载体就是 电子化 但因为电子化 未能收到钱 所以未能复活 但是 这样 现在 因为随着手机的功能 有很多漫画 将它改变 叫做 调慢 一调拖来拖去 但我就是很不喜欢这个构图 其实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 时空一样 因为我们要搭船 可能要做一个 这样的时间 刚刚看 你现在流行一个电话 你就要在电话上 这种形式去看 如果你要创作电话 漫画的话 你就要想 这是一个游戏规则 但其实它很限制构图 但你就要在限制上 做得最好 做到最好 它有它的优点 我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 拿着iPad 去看漫画 其实漫画的销路 就是漫画书 已经不销题了 譬如说 我们小朋友的 都会好一点 因为家长 都希望他拿着一本实体书去看 但是有自主能力的青少年 通常他都会看完手机 就不再买买实体书 这个整个社会的发展 可能是 特别是 香港大陆 是这样 实体书 我就觉得是 真的严重一点问题 就是会 会必然的 会越来越少 无论是 又要收藏 又要储存 都是一个问题 那你 电子书 是一个很方便的 在这个绘画过程 会不会有影响你呢 现在 我听说 有很多人以前用手稿 现在就在电脑画了 你交稿也是按过电脑去报馆的 增迹的越来越少 那 智青 你那时候 你将来画 你都照够用手稿 我真的 反过来走 我特意的 我真的因为看到这个问题 因为手稿将会越来越珍贵 就是 越来越的人都可能在电脑上去画 那 反过来看 我们这些手做的东西 是越来越没落的 书法 那些都是一样 那我们就找回 我们南海战略 就是 要走第二边 这个是我自己的方向 我都坚持用手去画的 因为 我自己觉得 一个手稿来说 一笔笔下去的时候 和笔 和你的人 是产生了一种关系 那种关系 是你一个电子仪器上面是没有的 所以我 请一些助手 或者助理 帮我做的东西 我都是坚持 你们一定要用笔去画 无论你的电子技术是多好 也好 但是 有 可以辅助 譬如说 做了线稿之后 上色的阶段 排版的阶段 就是电子化 这个就 免得抗拒 因为 比较快 比较干净 但是 当你画一个线稿的时候 我觉得 也是电子化的时候 那个线条 好像 没有那么有味道 你觉得吗 绝对是 如果你说味道 肯定是 直接在一张纸上 因为我们 和一张纸的摩擦 我们都要计算 尤其是 如果说水墨 因为很多 譬如液笔 唇笔 或者偏锋 或者 都是和一张纸 纸 和人的关系 产生出来的 一种 很微妙的感觉 你说水墨 如果没有纸 就不成水墨 照计 是的 那些怎么化出来 是的 其实电脑也做到的 但是那种质感就全消失了 全消失了 它也未必全消失了 但是问题就是 当你真的 看一个 譬如说 一张画 一张画 你掛在那里 你知道是 那个作者 画出来的 和那张纸 一笔一笔 画出来的 其实就是 一个好的画家 一个好的作品 我想 有一个瓷墙 跟你打印出来 是不同的 你打印出来 那个是死物 也是 是的 真的 真的 好像我们 我们经常看画 比如说我们去到欧洲 我们看一些名画 和你看画冊是不同的 你站在那里 看那张名画 你是感觉到有一些 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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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 world 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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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戏 戏 戏 现在版房那些都发光了 版房很难留的 因为那些执字要剪出来 即使不剪都骯髒了 刚好那几份金融的手稿 就不是在执字那里 是吗 不是执字 只不过可能是编辑部某一个工作人员 看到茶匙 茶匙拿着一堆东西 他不知道怎样是可以保留到 他手上还有 他所有的手稿 因为他要赶线 我就不知道 他赶线 没错 因为他一个专栏有几千字 所以分开几个字房 几个执字去执 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怎样可以保留得那么好 是的 那个手稿 文雪李当时都常常猴着董桥的手稿 董桥的手稿 最近在苏富比 三张原稿纸十几万 那你先收了多少张 不肯给 他就是这样的 他每晚在那里抹 他叫抹稿 抹稿他自己是认的 他每一个字都订清楚才写的 所以董桥永远不用电脑 一定是指 有时候用科学笔 有时候用毛笔 有什么笔也好 逐一字在那里抹出来 然后在一张原稿纸上 一晚就改几次 改到我们看到的已经是花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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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所以他叫 auch 是他寧願去挡� Auckland you thought 李先生 他这张也收不到 那时应该是偷的 但都偷不了 我问那回編辑 到底有了否留下的事情 他说不 如果我有一些后期 幸好 最近我都拿了几额部分手稿 改过那 navy 他� Belt 不想给你看 看他怎样收情 没错 所以现在他的手稿非常贵 刚才在牛津的签名会打蛇柄 每个人拿着十多本的新书 他们不是用来看 用来炒 现在大陆炒得很厉害 有个签名就可以炒 炒得很厉害 现在董桥的书在大陆炒得很厉害 现在大陆炒两个人 炒香港 一个金融一个董桥 还有李智青 赶快让他签名炒好 待会外面有书卖 叫他签 最近在网上有朋友在国内发来 真的写着茶生送给我的 那本是真的假的 你只是看个印 是很假的 你的画太厉害了 所以暂时没有假画 难搞些 我经常说搞齐八射好些 你那一幅 那对对联非常值钱 茶生写给你那一幅 很多人想找这个 这幅我认为过百万 已经有人出道了 很厉害 所以现在的文章有价 文章有价 有历史价值 有历史价值 因为越来越少了 所有作家全部都用电脑 没有人交稿了 以前我的年代 就找人送上去交稿 我还记得那时候 这个又真的是香港情 交稿集中在中环 一个某个大厦 有几个信箱 放下去 就自然有人收稿了 那时候又没有人偷稿了 不值钱 偷了搜稿便值钱 有几个名作家 每天聘请的士司机 去他的家里拿稿 然后逐间派 就永远没有脱稿 那里很厉害 好厉害 永远没有脱稿 这些所谓的名作家 就是魏康那些 魏康 以前那些 大家都听过 好像茶山 即使茶山 每晚都要有人 最恶是谁呢 最恶不是总编辑 是那个执子的领班 站在茶山的办公室门口 茶山 交稿了 自房佬 人报纸了 最恶就是那些自房佬 我们最怕的 是啊 就是他操纵 不是社长 那时候还要逐个字来收拾 他控制了时间 最怕他 老总不敢下自房 他一句说 你来收拾吧 那就死了 你来收拾 你来收拾吧 不懂得收拾 但是在八十年代中 就开始电脑化了 电脑化了 开始转变了 也是你刚才所说的 越有缘缺 整个自房的行业 那就没有了 开始没有了 但是现在 那些自房的原始 现在又是文物 我小弟也是有份帮忙的 新闻博览馆 明年底就会在上环 全世界第二间的新闻博览馆 我们叫做 就不叫博物馆 我们又想找回一些字粒 有部份的人已经拿了一些 不是整套的 部份 第一天 大家去参观 可以用手摸一下字粒 是怎样的 那个博物馆 那个博物馆 有些旧报纸 有些很先进的科技 你可以扮演这个记者 在现场讲话 明年底就可以了 明年底 在哪里 位置 在文武庙的后面 上环 文武庙 荷里活道 警察宿舍 在邪对面 PMQ 原创方的邪对面 那个地方以前就是孙庸山受洗 受洗的地方 孙庸山因为在附近读书 他放学 就去那里寄宿 有个神父 有个牧师 收留他在那里住 所以那里很有历史的价值 这些题外话 所以那些字粒 全世界 台湾现在还有一档东西 很保留 如果有些年轻人去过台湾 每个人都去那个朝圣 就是专做这些字粒 香港已经 印卡片那些有 但是不齐 不齐 值得齐 那个博物馆 那个博纜馆 以前附近很多报纸 那些印刷 那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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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国业 那条城王街 歌库街 很多老报 所以 《华桥日报》 《何与活道》 《循环日报》 《红绿》 《真欄》 《亚与活道》 那时候全都在那里 所以值得去明年底才能开张 现在在籌备 现在时间还有多少 我们交给台下互动好吗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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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经历过阅劲 都可以讲一讲 或者懂得烟雞 指正一下 譬如收藏家協会 有什么要问?张先生 你们的会议有很多我苦藏龙的人 今天有幸见到三位大师 我们抽收的是实物 我们本身没有你们那么多才能 我的意思是写作或者画作 我们的会员是不行的 我唯一做的最普通的做收买佬 所谓收买佬就是以前在摩托街的地方 就是买那些人清出来的东西 在现在来说 旧楼没有了 这个缸已经没有了 就算你今时今日去摩托街 现在那些是假的了 不要再去拿了 真东西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 已经被人掃清了 但是你现在好在 好像清哥和马龙先生 你们那些作品就可以 将以前的东西做出来 给后一辈的年轻人去欣赏 那我们那些有机会 仁哥呢 比如说要怎么搞互动的展览 币卫会呢 收藏家协会可以放手 他说很谦虚 收藏家协会不是写东西 但收藏家协会这几年 涌现了几个作家 今年书展 你去中华那里看看 几本新书都是他们收藏家协会的人 张生有娃遮头 张生手楼上很多的卖楼书 你想不想知道当年的单位多少钱 或者现在 很便宜 太古城那些都是14万 现在有千多万 他们在会员很厉害 有些存在车票的 什么都存在 你想到他都有了 一会儿你们有兴趣找张生 家里有什么旧东西 张生本行是测浪师 测浪师 但是他不务正业 去到哪里都问人 有没有旧东西 有没有东西 但每个人都回答他 以前有 搬家都没有了 现在有很多家庭就是这样的情况 对吧 那么就 怎么样 还有什么其他 其他分享一下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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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鸭鸡的后人 其实还有一宗叫做赶猪 赶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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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 因为我也曾经住过井南树 井南树也属于新界 我看那时候也挺隔斥的 虽然还不够西贡的隔斥 半路中途的井南树 那些赶猪 猪很健碩 哇 真的很健碩 赶猪 赶猪去教培 赶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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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猪也很辛苦 你不要说 猪 你不要以为很过瘾 很辛苦 赶头赶命 又要去其他地方 在那个年代还有其他地方 譬如说现在还有没有 卖飞机栏 没有了 那个伯伯 那个伯伯 我不想想他是不是走了 已经没力量扔上去了 那时候骰子区 他七楼也扔得上 真的 扔得到 我们那时候小朋友 去那些骰子区的亲戚玩 特意走上最高的 让他扔 玩他 玩他 他真的扔得到 扔得到 你不是玩他 其实他是表演之一 他是卖那粒腩 不是要吃那粒 他是看他表演 看他表演 根本就是那样东西 稍后你们说起骰子区 青哥在三楼 文艺囊那里有几幅画 很漂亮 骰子区 骰子区 大家如果住过的话 没有厨房 在走廊煮饭 在走廊煮饭 在万国旗 什么什么 青哥还有些大排档 画得真是厉害 当年骰子区 其实是香港历史的部份 骰子区是很快很快的起出来的 听闻石劫尾大火 大火是1950年代 大火之后 是很快的起出来的 七層高 安置那些受灾 还有很多天台小学 这也是一个办法 原来我爸爸都是因为石劫尾大火之后 才搬到沙田大围 搬到那里 我以为是东头砖 什么砖 搬到那里 都是因为石劫尾大火 但是我有个亲戚 就是住在石劫尾 那些七层高的那些 那些没电梯 刚才我画出来的那些 那我们到放暑假的时候 有时就出去住一下 住了一个星期 那 其实很小间而已 那 头尾 是洗澡的地方 拿个盆 拿条毛巾 就去中间那里洗澡 小孩子就不怕 没有厨房 没有厨房 没有厕所 还有那些 女孩子洗澡 妈妈要在外面看水 外面看水 我记得厨房就在走廊外面 走廊 就是一个火水佬 每一个人都有 火水佬 还有洗字区 很多小工业都在洗字区楼上 有些人在那里 弄那些 那些 张木笼 在那里 在那里 丢那些人物 我看过 所以 那时候 阿正哥 你还有什么 香港情 还在筹备 在画的 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们生活的层面 每一样都可以接触到 一直发挥下去 其实在我本书的序里说 反而是因为有一个 距离去看 我觉得那时候 那个形式是很漂亮的 原来真的漂亮的 有一种 气味上的美感 气味不是真的闻到的气味 我们说是一种感觉 有一个距离之后 我觉得真的特别 我认为那时候 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 未必觉得石器尾会漂亮的 但现在我很想画多两张 是有些距离的 那个社会虽然是窮的 但是到处都有人情秘 我有一张在鱼画剪的那张 卖大包的那张 我提了一些对联的 其实本来在广州的大同酒楼 那一对对联写 大包移卖 大钱难搂 针鼻削铁 指向微中取利 童子来多童腐来小 何曾见倒流 这对联写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 我舅父说过我 我一直都记得 后来有中文老师 又有说过这件事 香港的大同酒楼 也有这对联写 我画的一张画 就是画喝茶的情景 但就写了那时候的对联 其实那个对联 是很说到那时候的气氛 为什么大包容易买 因为大家穷 那包的材料 其实是假日送的 全部放进去 吃饱你 吃饱你 所以很便宜 可能斗铃一个就够饱了 但是大钱难搂 做老板的怎么赚到很多钱呢 针鼻削铁 就是针鼻里 已经有一个洞 想削铁 还要去那里找铁 只向微中取利 你怎么取利的那里多少呢 其实真的有些公益的感觉 同子来多 那个年代的人是有公益心的 他觉得整个大包吃饱你 给不起钱的人 他觉得是做一些好事 又赚到钱 又可以的 那时候上茶楼 吃大包 看老夫子 看报纸 那种真的是享受 所以他想找一些气味 刚才我还未能说到最重要的两句 就是童子来多 童父来少 其实就是谐前滴水 如何曾经倒流 水当然是向下流 怎会滴上去 你有子女的时候 就带个儿子去 这块蝦搞正 给他吃 但你有什么时候 看到儿子 大过了之后 不过现在也有 应该也有 但是那时候的对面 是这样的 其实很讲究童子 的情感 那时候的 比如说 骰子驱的人情味 我记得 因为我那时候有个姐姐 又是住在九龙仔 有时候也会去那里玩 那些人情味就是这样 比如说 你隔离的那个打儿子 隔离的人也会劝他 你不要打他 臭小子不让你吃饭 不要紧 那儿子不会饿死 隔离鄰世会给他吃饭 我们真的走到隔离 开饭的时候 走到隔离夹菜 智智 你说骰子驱的那些 你亲身经历过 还是 刚才说 我们真的住在那里 所以感受到那时候 最重要的不是 形式 而是人情味 你看到那张画 有很多 例如 两个邻居在那里聊天 或者是 有些小朋友在那里追逐 那些是记忆 那些是一种情感 比如说 结构外在那些 可能就是要找一些资料 大排档那些也是经历 那时候 从小到大 大排档 其实可以讲一讲 这个典故 大排档的牌子 不是剔手边 一排整排 是一个很大的牌子 政府发给小贩做生意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牌子 刘天赤赤官来看那张画的时候 他说 你知不知道有个小排档 食物排 有分大排和小排 他说 那个唯一有小排的 大家知不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雪糕车 雪糕车 那个是小排 那个是小排档 用的小排 还有一个叫做 每一个大排档 有一桶水 那桶水叫吉水 哦 大家知不知道 混吉 大家有没有听过 吉水 就是 汤水 是的 混吉 是的 因为有些穷的 可能是 帮衬不了 走来补碗水喝的 就是混吉 混吉就是这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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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说的 但是他真的很善心 特意放一桶水 他自己也用的 哈哈哈哈 那桶水是什么都用他的 也有很多是混吉的 有些味道 挺有趣 是的 三位大师 很感谢你们的 精彩的金融 哦 好好好 哈哈 多谢三位大师的分享 想 请教 至称大师 我都有看你的金融画 目不下级 一直都是你的粉丝 我想 有缘问一问 因为我自己都很爱 书画 文化艺术 中西方 都喜欢 想问一下你个人 会不会有些情意结 或者一些喜爱 刚才你说有些 甚至是两米以上的大画 我见西方 例如 Micro Angelo 那些 哇 很大的壁画 因为我去欧洲都有看 或者中国 有很多 例如 上河清明图 那样 我想问一下 你自己 会不会 可不可以 和我们分享 分析 其实 品话 问一下大师 通常 很大尺寸的画 是会 收藏价值高一点 或者是 或者你自己钟情 小 会难画一点 技巧 例如 一比一 因为我刚才说 意境 例如一比一 或者再大一点 你会满足感上 或者技巧会难一点 谢谢 你知不知道 大陆卖画是怎样的 断尺计 是断尺计 是断尺计 你几千尺 现在有些画囊 都是这样 我们平均 一万元一尺 有些是这样的 不是断根已经好了 断尺 就是 就以大 然后就去计 我觉得 这个 这个 一早已经是用的 这个 就是画家 又是 写明的 多少断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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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人是这样 就是计计 赤串 但是 其实 如果 你欣赏一张画的好画 其实就不一定是用赤串来看 有时候 我们叫赤幅千里 一个斗方 这么小的 你又可以看到 这么小的地方 就是这么小的纸 你可以看到 好像 不知是几十里远 这些真是好画 反而是好画 但是 当然 我们越 大章的 有大章的 难处 就是 我们现在 真是上年纪 画那些大章的画 比如说 十尺八尺 那些 真的需要体力 精力 那些未必 再上年纪的时候 王永远可以画到 都要看他画的形式是哪一种 或者他的风格 风格是什么 如果他说 其实我刚才问 阿明仁兄问我 最近 有些什么 接下来有些什么 我回答他 我说 有一件事 幸好谈不成功 如果谈了 我接下来不知怎么办 是有 有一间酒楼 想找我画一张 四十六米的 四十六米 两米多高 我说 他有这么大幅墙吗 可能打穿 是很大的酒楼 不是香港的 OK 但是 我说画一张 我最少要半年 因为它是很多块组成的 也不是 它是玻璃的 然后会弄上去 我说 如果你一比一 这样放我就画不了 我说 它现在是两米多 我计算是一米多 但如果一米多 所有的一半都二十多米 二十多米 我说 最少要是半年 但半年我计算过 一个星期都要画一张 很大张 它还是很公笔 它不是二笔 我计算是很公笔 我计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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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 我计算是半年 那它是半年 那可能他们要四个月 再给四个月 后来我们也谈不上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 如果谈好可能又做不到其他事情 如果是很大张的 真的需要精力和时间去画 如果是很大张的其实也是很难得的 但是我们欣赏一张画的好画 真的不是在大还是小的去欣赏 有时候反而是越小的 我都可以插一下嘴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画家用尺寸来卖画 这个是一个歪路 完全是笑话 如果你这么计算 我们这个蒙拿丽莎 都卖不了多少钱 很小张 很小张 真可憐 但是问题是我们画画 为什么有时有画大张 有时有画小张 但是在展场上 如果你全部细画的确是没有什么看头 有些大画 有些细画 那个墙 看完才是有个丰富感 其实 每一张画都有一种功能 有时候我们是为了展览画的画 即是你博物馆才可以收藏 这么大张 否则你普通的家 怎么收藏一张十多尺 我最近刚刚有人收藏了我一张十多尺 就是博物馆展完那张《天龙八宝》 那张是十多尺 那些真的是自己收藏 他不可能放在家 如果放在家 就整个厅都没有了 即是 只是那张画 那 其实每一张画 我说都有功能 譬如你刚才说 去到欧洲 因为他在教堂里面 要给一种神圣的气氛出来 所以他就要画到一些 譬如壁画 那些 他是给你一种功能 给一个观众 甚至乎教堂的设计 全是设计来的 譬如教堂的入口的斜度 令到你 好像拉你进去 经过一个矮的地方 去到中间的时候 突然高了上去 然后就好像跟天的接触 这些都是一种设计来的 那你旁边的壁画是怎样呢 譬如那些缸 令到一个人进去的时候 可能走得很累 只要看到这些神圣的东西 令你觉得 你和神的接近更加近 譬如壁画 其实完全是有他的功能 我们现在画 譬如如果我们出版的 其实真的不需要画到这么大张 因为你可以刷得麻烦 也很贵 我们现在画的那些大张 普遍这么大张的画 其实是 可能是给一般的家人去挂 就可能有四尺 或者两尺 因为太小的地方 也不适合去摆 有时候 中国画是很有趣的 它有很多种形式 譬如有手卷 譬如有些菜叶 以前是文人的一些玩意 在一个桂桶里 突然拿一个手卷出来 一折一折给你欣赏 一路喝酒 一路喝酒 还要先洗手 是的 游山换水 所以我那本画冊也是这样 要这样揭 你碰也不能碰 你不要碰到那张画 你要在里面揭 所以它的大小 其实是有不同的功能 为什么我画这么大 因为它可能是摆在哪里 去展示的 或者那张画是用来做出版的 做印刷的 所以要画到这样的尺寸 就是完全是有一种 最先的一个功能 一个目的在这里 但是 反过来 你说欣赏那张画 就真的不是因应它的大小 这样 好 台下座母 是 师傅小姐 三位大师晚上好 我是从杭州来的 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看港剧 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能够听得懂 就是大概百分之九十几的 这个谈话的内容 尊豪 不如我们讲 对 我都听得到你百分之九十几 因为之前我看 就是之前可能大部分的大陆的人 对香港的这个印象的话 其实是一张图片的类型 非常平面化 那我今天有幸听到了之后呢 我觉得就是说 听到了就是很多有趣的事情 包括在这个年代之前 所以就是有了非常深刻的 一个立体的印象 因为我们对于 我是当时看到就是说 李志钦先生这个画了很多 这个金庸先生的作品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 对于金庸先生的作品的理解的话 就是通过这个影视剧 那么你三位大师之前也提到 就是不同的版本的话 它会有这个不同的感觉 那我想就是问一下李志钦先生 就是在您这个绘画的过程当中的话 有哪一部作品或是哪一个角色的话 就让你投入了非常多的感情 或者说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谢谢 我都是讲回 你听到九成的 我都讲回港广话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谢谢你 因为我画《射雕英雄传》的漫画 其实全集我都画过它的封面和插图 但就特别拿了《射雕英雄传》 和《笑号江湖》画了漫画 所以对《笑号江湖》的接触更加多一些 每一个角色的转摩都可能会多一些 情节上可能都会多一些不同的感觉 但很多人都比如问 茶师先生哪个角色我会很喜欢的 我可能就会很喜欢《灵狐冲》 因为《灵狐冲》 我觉得我比较向往是他的个性 因为我也是喜欢自由 而且我又不是很喜欢政治 其实我是想和马龙参与下去 其实你是不喜欢框框 不喜欢框框 也是 因为《灵狐冲》是比较瀟灑的 他又没有框框 是 独孤狗剑的 他也不要祭世救民 总之他要自己活得安乐 但他又不害人 他也是正直的 也正向的 是 我觉得我追求的可能是这一件事 我就喜欢《灵狐冲》多一些 好了 好 后面指示我们时间已经够了 那就 好像很多还没说 外面有些书 外面是不是有书卖 有书卖可以买书 那些大师在这里签名 那就 多谢各位参加 有机会再见